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题材 春发 色彩与构图上不断融骨创新 开拓青绿山水新境界 镇摆中喜欢雍容大气 境界宽圆的自然景象 风吹草地渐牛羊中 大片的白色芦苇花 和横向的蓝色沙粥 表现蒙古草原的宽阔苍茫 新疆百拉善区 是古代四路必经之地 千年不倒的胡杨木 处立路旁 堵实缜密的折石 甜黄甜色的金黄甲叶 呈现出秋天 胡杨木 树叶丰富的层次 中国西南的草马古道 山软碟壮 峡谷幽深 谷底有动物灵动 瀑布奔流 山高灵密 镇摆中 以峡谷地形塑造出 新青绿山水的异象 镇摆中 画悬河飞泉 江河湖海 浪浪有声 无论寝留直下 还是缠缠缓流 皆充满动能 向前推进 镇摆中 引领我们清静自然 如此清凉美妙 令人奢望 结合历史 风俗 真实景物为画镜 有人性的温暖 也有崇高理想的追求 镇摆中的青绿山水变革 无疑让中国当代山水 走进一片 灿烂明媚的风光 灿烂明媚的风光 天灿烂明媚的风光 没什么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